这是发生在三江园国家公园的真实一幕 只见一只落单藏野驴 被四只高原狼穷追不舍 面对狡猾的狼群 藏野驴能顺利逃生吗 由于当地自然环境保护良好 有很多野生动物在这里上演局面追击 就在刚刚 几只野驴正在悠闲地啃着嫩草 却不知已经被狼群锁定了目标 只见两只狼前去打头阵 一副人叙无害的朝目标靠近 刚开始野驴不以为意 觉得自己驴多势众 狼群不敢前来挑衅 但他忘记自己和驴群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藏野驴的余光看到狼离得越来越近 便在慌忙逃窜中 不小心离开了自己的族群 独自逃生 这正是狼群的惯用伎俩 野狼在长期的捕猎进化中 懂得利用团队协作分割大型猎物 使其老弱病残落单 藏野驴高大强壮 它们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 凶猛的高原狼 在藏野驴旁边也显得格外娇小 但狼群已经用它们的计谋 将这头驴离间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耐力的比拼 只见野驴高扰着头 开始在前面疯狂的逃亡 很快就将狼群甩在身后 反观四只狼 好似没打算立马追上野驴 一直和野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这样既能消耗野驴的体力 又能起到威慑的作用 可以看到还有一只狼 在队伍的最后保留体力 方便后续的攻击 眼看时机成熟 只见其中一只狼突然加速 和野驴并肩崎岖 藏野驴看似在速度上很有优势 实则已经乱了阵脚 在长时间的高速奔跑下 它有点撑不住了 一个亮枪差点摔倒在地 野狼趁机就想上前撕咬一口 却反被野驴踢了一脚 逐渐狼群发现 藏野驴体力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星知它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对于这种大型的群聚动物 这招屡是不爽 眼看时机成熟 狼群开始尝试围攻藏野驴 藏野驴仍有一些反抗能力 做着无谓的挣扎 狼群的高超战术也开始发挥作用 这是它们时常练习的围捕技巧 只见几只野狼轮番上阵 运回包超 一只野狼在藏野驴前驴技穷之时 迅速冲上前去 和藏野驴保持步调一致 藏野驴已经累得快要吐血了 它开始后悔就这么草率地离开驴群 是自己太过自信了 但此时说什么都为时已晚 几只狼已经超过藏野驴 对它形成包围之势 看到这里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藏野驴很快被狼群扑倒在一片空地上 不得不说 狼群团体协作能力真的不容小觑 尽管藏野驴身高体壮 奋体反击 最终也是难逃厄运 这就是大自然的弱肉强食法则